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张无忌误以为赞敏为了夺取屠龙刀呼吸下毒手杀害了猪尔将应付被抓一事也一并算到了对方头上对他可谓恨之入骨 直到他们无意中发现了武当气侠陌生谷的尸体还好巧不巧的被宋亚骄等人撞见认定是杀害默契叔的真凶 自知委屈却摆口莫辩之时张无忌这才意识到或许他之前笃定相信的一切并非整件事情的全部真相 赞敏也未必就是他以为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陌生谷的死因背后其实是宋远桥之子宋青叔被该帮众人陈有亮设计陷害 先是不慎落入圈套稀里糊涂的与额眉派解下仇怨 紧接着又被陌生谷当场撞破了丑事 他不敢回武当领罪 慌了无措之时选择出手 却没想到失手害死了陌生谷 从此不得不听凭陈有亮的摆布 陈有亮看样子遭遇预谋 在宋青叔面前现实淡淡地表示 自己这样做只是想要利用张三丰和武当诸侠的生死 脅迫张无忌贴命于丐帮 到时就算计划失败了 张无忌和整个民教中人 也只为向丐帮寻仇 绝不会连累到宋青叔身上 不仅如此 对方还抓住了宋青叔现爷的周芷若 声称只要他回到武当山 在众人的茶店里下药 陈有亮就会为他和周芷若举行大婚 在对方的极力怂恿和蛊惑之下 宋青叔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临行前 他特意和陈有亮约法三章 和对方再三确认过 不会伤及武当派众人的性命 这才按照原计划 装作武士发生一般上了山 没过多久 宋青叔就得手了 武当派众人果然都被迷倒在地 时至这个时候 陈有亮就突然脸色一变 分明是打算撕毁约定 在武当打开杀戒 就在陈有亮等该帮中人 自以为胜权在握的时候 手下却匆匆来报 说是没有找到张三丰 那至下一刻 张三丰却如同仙人一般 一依然出现在众人面前 而原本应该被药 迷倒到孙远桥等一众武当弟子 此刻居然也神志清醒地站了起来 该帮众人自知阴谋败露 心下不由得忐忑不安 没守得帮助施火龙 更是吓得不敢多发一眼 居然没有一帮之主该有的风范 张三丰不是试杀之人 更不愿就此引起两派的争端 反倒使得亲者痛 仇者快 最后还是决定放该帮的人下山 陈有亮等人走的倒是相当痛快 毫不犹豫地将宋庆书留了下来 通过放财的那番交谈 孙远桥他们这才美败 自己错怪了张无尽 害死萌生骨的真凶 其实是他一向引以为傲的这个儿子 对同门师叔吓死毒手 本就是书无可输的大罪 各个旷宋庆书一时鬼迷心窍 居然替该帮谋害自己人 更是不能原谅 孙远桥大怒之下 本想亲手替武当清理门户 却没想到张三丰及时赶到 将其拦了下来 他这个大弟子宋远桥的脾性 张三丰不是不清楚 只是宋庆书即便罪大恶极 却也罪不知死 各额况此前在众人的插水中 他还故意减轻了毒药的分量 至少也算是良心未敏 于是将宋庆书逐出了门派 并没有对其赶尽杀绝 宋庆书失魂罗魄地离开武当时 郑小玉见了陈有亮 一时间心仇旧恨 统统涌上心头 大怒直下和对方大打出手 但他诧异的是 对方明明是丐帮弟子 却能够轻易使出少林派的龙抓手 难不成年偌大的少林派 居然也投靠了丐帮吗 说句实话 像峨眉派弟子周芷若那样 貌若天仙的 世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难道 你就这么甘心拱手让给张无忌那种 再说 事情已经做了 干脆 一不做二不休 马入夹道 还能回头吗 陈有亮这个人武功不算上场 一招蛇灿莲花倒是使得得心应手 颠倒黑白直罗维马的功力更是登风造极 三言两语之间便说到了宋年书 如今他被逐出了武当派 正是最恍然无助的时候 再加上陈有亮的巧舌如晃 以及他对周芷若的痴情 最终使得他顺理成章加入了该帮 另一边 张无忌和赵明两人 还不知道武当山的这场变故 这些天来 张无忌总觉得心乱如马 既恼怒于该如何向松远桥他们 澄清自己 并非杀害七日书的凶手 也挂心义父些训的安危 与此同时 他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赵明的感情 的确是关心大于仇恨 倘若义父真的落于该帮之手 必定会以此为筹码 携制鸣教 即便他有本事将其救回来 一旦和赵明见了面 就偏义父的火爆脾性 赵明只怕性命难保 他实在不忍心眼睁睁看着 自己所爱的两个人反目成仇 于是偷偷在赵明的饭菜中下了名要 只身一人 先往盖帮查探消息 在朱元璋等名教弟子的暗中查闻下 张无忌得知今夜天来 盖帮正在准备一件大喜事 听说是邦内新建的六代长老的大婚 他很快猜到这个所谓的宋长老 正是宋情书 但此时此刻 他已经无暇顾及对方究竟为何 突然脱离武当 加入了盖帮 只知道对方应取的对象 是有八九 是个谢萱一同失踪的周芷若 当晚张无忌单枪匹马闯进盖帮 成功搅乱了这场大婚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宋情书居然早就嫉妒他 从小背受张三丰和武当众人的宠爱 后来还机缘巧合之下 学会了绝世神功 成为了名教教主 就连自己心爱的周芷若 一颗真心也全在张无忌身上 而他苦苦丹恋 却得不到任何回应 就在这个时候 陈友亮却站了出来 声称可以代表宋情书 和张无忌谈个条件 只要他自愿服下五毒失心伞 该帮就会按照承诺放了周芷若 张无忌几乎毫不犹豫地 借过了那个药品 正准备一眼而尽的时候 暗处似乎有人相助 张无忌趁此时机 赶紧从还没反应过来的宋情书手下 救出了被点了穴道的周芷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却见着黄山女子身姿飘染 面容娇好 脸色却看上去比正常人苍白许多 身边还跟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 手中所持的 分明是该帮失落多年的打狗棒 对方劝然不理采陈友亮的问候 开口就说要见成坤 被陈友亮再次打断之后 还一阵见血地指出 陈友亮身后 这个唯唯弄弄的家伙 根本不是该帮的帮主 施货龙 不过是一个无耻的冒牌货罢了 此言一出满座皆精 假失火龙身份败露 头顶的假发也掉了下来 露出一个光头来 众人这才明白 背后指使他冒充该帮帮主失火龙 对他们发号失令的人 正是陈友亮 这些在方采的骚动中 陈友亮和宋经书 已经撑乱逃之夭夭了 众人受其猛骗多时 心里难免憋着一团火气 倒是几位自立较老的该帮长老 很快发现黄山女子身旁的这个小女孩 眉眼之间 仿佛有些像过去的帮主夫人 在黄山女子的解释下 大家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这一切都是陈友的诡计 他狠心杀害了真正的失火龙 让自压土地陈友亮 招人假冒帮主 使得丐帮多年来 为其所控制 两个月前 失火龙临终之时 将自己的独生女儿 也就是面前这个小姑娘 石红石 和打狗棒 一起送到了黄山女子那里 着急很快想明白了 此前陈友在光明顶 分明就是炸死 他先是害死了前人帮主 失火龙 然后又抓走了金猫失望谢逊 一来是为了威胁名叫 二来应该也是打算 借死时机 挑起江湖各门派的争斗 不管怎么说 如今成为阴谋败露 陈友亮潜逃 小姑娘竟然盖帮主之位 但当长老们问及 黄山女子的身份住址 到时候上门报恩道谢的时候 对方却只是提到 自家组上和盖帮有过渊远 实际便飘然旅去了 张无忌和周芷若两人 随即开始商量着 该如何打探依附谢逊的下落 他为意中提到自己 准备去大都 那里是各路人物汇集之地 或许会有全新的收获 但这话落到周芷若耳朵里 虚莫名变了味道 大都里有什么人物 他怎么会不清楚 说起话来 也不免有些吃味 张无忌正准备 据于解释的时候 音力挺却突然出现 说起宋经书 毒害武当众人 被逐出门派一事 他身上的污名 也已经洗清了 既然如今真相已经大摆 张无忌心头上的包袱 总算卸了下来 而周芷若知道了 事情的前沿后果之后 态度也随即软了下来 但这样的情景 并没有持续多久 张无忌经过了之前那件事 对赵敏的怀疑 已经减轻了不少 本想和周芷若探讨一下 除了赵敏故意设局之外 他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或许是义父就变复发 一时发起疯来 入伤了猪耳 也不是没有可能 甚至对方却执意认为 他先往百计找了一堆借口 就是为了替赵敏辩护 无忌哥 你是天下第一等的老实人 说到聪明智能 你不是他的对手 志若 我只觉得 事实反倒不计 即是轻易的义父 也叫我切勒一心 其实张无忌打心底里 并不愿意做什么名教教主 只是希望有赵一日 能够闲云野鹤 聊此一生 但正如周芷若所说的那样 他始终是个没派的掌门 兼胜负担着 振兴本派驱逐援兵的重任 即便张无忌可以做到放下 恐怕他也很难对师父的遗命 置之不顾 宋世哥 对你很好是不是 什么叫做对你很好 没什么 我 我只是随便问你而已 可宋世哥对你真是一往情深 连英流书都说了 他为你才不惜叛将逆父 你呀 如果有他对我一半的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果要我为你 做那些不忠不义的事情 我也是万万不能的 为了我你不能 为了赵梅你偏偏就能 只有我没有 难道你忘了你在灵蛇岛上 发下的重誓 你说你要杀了赵梅 为鹰姑娘报仇 可是你一见她的面 你为什么不杀她 你为什么把你的誓言忘得干干净净 幻音未落 周芷若已经开始后悔了 他确实恼恨于张无忌 对赵梅仍旧存有留念 但更多等 是感叹自己的患得患失 当初他在万安寺的时候 被迫发下了那些重视 以至于他现在 既放不下对张无忌的爱恋 又难以割舍 对明觉时代的承诺 时常觉得寝食难安 张无忌也看出了他的不安情绪 更是软言安慰 还当即承诺说 回到光明顶派遣重任 一同寻找金方失望的下落 只要找到了异父 他们就可以立刻成婚 郑明醒来之后 很快明白了张无忌的用意 但以他的性格 自然不会乖乖听话的 他清楚张无忌为人 要定对方去过丐帮之后 必然会再次回到大都 果然他刚回到京师 就看到了张无忌和周芷若的身影 并目送他们 住进了一家客栈 但紧接着 他却发现了几个熟悉的面孔 为首的 居然会是陈有亮 张敏出于好奇 一路跟在他们身后 眼睁睁看着对方 到了儒牙王府门前 出门迎接到那个人 分明是此前为了掩护他 已经死去的兄长 王宝宝 看见赵敏的一刹那 如羊王和世子都吓了一跳 但奇怪的是 最讨厌被人欺骗的赵敏 这一次 却并没有当场发作 更没有急着对他们心事问罪 无羊王父子 虽然有些意外 赵敏的过分冷静 却也并未多想 因为是他经历了这么多风雨 终于学会了听话懂事 赵敏随即来到了监牢里 说什么 都要直接处死范瑶 为父亲揽下之后 他索性提出去一趟亲王府 由七王爷 决定范瑶的生死 对于他和小王爷的婚事 竟也顺从地答应了下来 七王爷原本打算利用范瑶 引出藏医在大都的名叫中人 但在赵敏的冷静分析下 他不由得有些诧异 没想到对方出逃了一段时间之后 居然已改从前的刚烈性子 变得如此温柔可人了起来 七王爷最后贴出榜文 向天下攻势了出展泛妖的消息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消息在城内不惊而走的同时 赵敏却偷偷偷人 给张无忌送了一套冤兵的服装 周芷若下意识地认为 这是赵敏故意不下的圈套 张无忌却不以为然 就算面前真的是一个陷阱 他身为敏教教主 也不能对属下羞辱旁观 只是赵敏此举的本意 怕是不希望他和援兵正面冲突 但他身为汉人 最终还是决定以正面目示人 两人原本已经提前商议妥当 周芷若负责点火 吸引众人的注意 张无忌则趁机救人 那直到行刑当日 张无忌和众多援兵大打出手 赵敏也改换了装束 蒙着脸杀入人群 周芷若却迟是不见踪影 原来丁敏君等人从灵射岛回来之后 竟气势汹汹地找了过来 不由分数地向周芷若 讨咬掌门的铁指环 若是换作从前那个 武功不济 柔柔可泣的周芷若 他或许还会争辩两句 但如今的他早已尽非昔比 既然丁敏君在心不死 苦苦相逼 他也不打算在手下留情 两人随即动起手来 丁敏君自视武功高于同盟姐妹 自以为稳操胜券 却不想对方所用的武功 不但见所未见 他透露着阴冷诡异的气息 令人不寒而栗的同时 更是打了丁敏君 毫无换手之力 去说刑场那边 虽然周芷若暂时缺席 但张无忌神功盖世 再加上赵敏的理应外合 营救行动起初还算顺利 谁人想这个时候 小王爷竟此前追了上来 赵敏想一不想地 躺在张无忌身前 对对方刺了一剑 范瑶看准时机将其重伤 准这才逃了出来 小王爷伤势过重 当场远面 其王爷伤心过度 恐怕也面不久矣 事后 张无忌和范瑶复盘整件事的经过时 一致认定出手相救的蒙面人 就是赵敏 他明面上 对范瑶乃至整个名叫 恨之入骨 其实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假象 好让其王爷对他身心不已 没过多久 周志若也回来了 还提到了丁敏君为难自己一事 不过看上去有些虚弱 简单解释了一句之后 便回方挑西洋商了 只是张无忌和丁敏君 此时都不会想到 周志若此前展露出的奇异武功 正是恶美派的绝世功法 九阴百股转 之前《命绝时代》提到过 恶美派的绝血 《九阴真经》 和兵法著作《无目一书》 一并被封存在倚天剑和屠龙刀 两大身边戾气之中 也就是说 在灵蛇岛上故意下药 盗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 杀害了朱尔 并嫁会给赵敏的人 正是周志若 这段时间以来 他一边不可救药地 沉溺在和张无忌的厮守之中 一边遵照师父的一命 加紧修炼九阴百股爪的武功 虽然出见成效 但或许是他急于求逞 以至于剑走偏锋 他的丹田之处 总有一股气 欲见不散 始终无法更上一层楼 周志若郁闷之下 本想出门散散心 却无意间发现张无忌 半夜出门 晃晃悠悠 走到了一家酒馆门前 更让他惊讶的是 赵敏居然也在里面 确认了白日里 那个蒙面人的身份后 张无忌对赵敏的感情 愈发复杂 他被无端怀疑了这么久 却还是为了自己 获出性命 只是当赵敏说到 当初在临时岛上的事 或许和周志若有关的时候 张无忌却并不相信 无论如何 他和周志若 已经定下了婚约 他实在不应该 再和赵敏相见了 你是个精致欲业 但愿 叫我这个山村野夫忘记了吧 这是我要伤你的霸 就算你武功再高 一刀再精 这个霸 是怎么都去不掉的 你自己手背上的伤疤 也去不掉 怎么能将我心上的伤疤 去掉呢 张无忌怎么也没想到 周志若会壮年这样的一日 根本想到对方一时气恼 居然选择咨询短见 为了表明自己的真心 张无忌向他做出承诺 他们一回到公民顶 就立刻准备大婚事宜 将他们喜见连礼的好消息 公之于众 明教众人听说了真案事后 无不喜上眉梢 一来是欢喜自家教主 终于找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女子 二来也是心悦于俄美 和明教两派联姻 往后双方交往之时 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 斗得死去活来 事不罢休的地步 青年发出去之后 武当派自不比说 张三丰也亲自到了光明顶之鹤 除了恶美派之外 其他门派也都纷纷送来了鹤里 尤其是白眉英网 对这个乖巧漂亮的孙媳妇 更是打心底里满意 虽同武当中而来的 还有杨不悔 他和燕丽婷的感情日渐升温 只是害怕杨潇不同意 他妈人的婚事 便私下养求了张无忌 在杨潇面前说说好话 但令他释怀的是 杨潇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固执 反而专门将燕丽婷叫到了面前 说了一箩筐的叮嘱之语 好 等办完了教主的喜事 就喝你们的喜酒了 多谢杨左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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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不悔却敲开了他的房门 直败地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小周 周姑娘 还有赵女 这三个在你身边的女孩 你到底真心喜欢谁 张无忌顿时有些发愣 实际上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在感情方面 总是过于被动 要不悔的这个问题 他更是很少仔细考虑过 你要去周姑娘 这也是定局 他是要陪伴你 过下半辈子的 我挺希望 你千万不要三心二恋 婚礼当日 您叫众热闹飞场 周芝罗嫁怡如火 满眼都是幸福神色 时时这个时候 一拜天地 且慢 大胆女 大胆妖女 真热 这谁闹场子 赵米一露面 顿时也能满座华人 出门派的人还没忘记 他将自己 囚禁于万安寺 百般折辱的情景 纷纷怒上心头 要不是杨潇等人拦住 恐怕早就一用而上了 苦师傅 有人要对我动手 你帮不帮我 郡主 世上不如意之事 十居八九 既已如此 也是勉强不来的 我偏要勉强 大丈夫恩怨分明 你欠我一条命 就该还我 张无忌 你身为名教的一教之主 说过的话 算不算说 看此警醒 赵米不是真心来参加婚宴的 但他孤身一人 来到光明顶 连薛明二老都没带 总不能是为了抢婚吧 赵米像是看穿了 张无忌的疑惑 随即提到了当日 拿出黑鱼断絮膏后 和他约定的那三件 不违背江湖道义的事 借屠龙刀义官之事 虽然你做得不够道义 但这刀我看到了 虽然宝刀被盗 也不能怪你 这第一件事情 算你已经办到了 现在 我有第二件事情 要你办 张无忌 在天下英雄豪杰面前 你可不能言而无信啊 你要我办什么事 赵姑娘 我们有约在先 无论你有什么事情 要托封教主 只要不违背 我武灵道义 别说教主会答应 我们武灵上下都会协脱 但是 现在是我教主和新夫人 参拜天地的美景良辰 一切事情都请搁在一边 无情 多言足恼 这件事情对我很重要 片刻也耽误不得 杨宗氏 第二件事 这第一步的宇宙之肉 百堂成亲 赵敏之介武视了旁人 或愤恨或鄙夷的眼神 目光朔朔的 等待着张无忌的回答 你看清楚这是什么吗 这是 这是我 如果我说 我提的第二件事情 你不肯依 全有的你 对不起 打扰各位了 赵姑娘 赵姑娘 赵姑娘且留宫 你要么就留下来 要不就回去 和你的新娘子成亲 男子汉别犹豫不决 到时候便遗憾终生 赵姑娘且慢 一切从长记忆 好 那我依依你 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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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日不成婚 此时此刻 张无忌心里抽搐不定 赵敏长线的东西 分明是依附谢迅的金色毛发 说明他知道谢迅的下落 但眼下众猛派的人都在 轻易说出谢迅的名号 只怕会引来无穷的麻烦 张无忌 原本只是想先稳住赵敏 学会依附一事 更为要紧 反正赵敏只说 今日不能成亲 等他找到了依附 再择日成婚 也不迟 只能想还没等他向周芷若 解释清楚 对方静大怒之下 对赵敏出了手 一出招 就是赵昭致命的 九阴白骨爪 幸亏赵敏闪躲即使 才免想留了一命 张无忌 也很快挡在了他面前 芷若 请你量解我的苦衷 咱俩婚姻之约 张无忌绝无反悔 只是烧迟数日 不必了 我警告你 今日你只要踏出这大门一步 就芷若再来找我 芷若 张无忌 出了光明顶 你就不要后悔 芷若 你不对我恩重如山 请你原谅我 好 好个赵无忌 各位 亲眼所见 是赵无忌赴我非我赴他 从今日请周芷若和姓张的 恩断义绝 张无忌情急之下 居然真的追崖山去 都六面面相去的宾客们 以及满脸纷纷之色的周芷若 张无忌纵然有天大的理由 也不该当场欺婚 随赵敏而去 这侮辱对于我 忧生千刀万挂 万剑穿心之痛 我周芷若不学今日之辱 有如此诸 与此同时 张无忌不履不停 总算追上了被九元白骨爪重伤的赵敏 对方昏迷之前 毕竟最后一丝力气告诉他 谢迅并没有被害 而是落入了成坤之手 张无忌行之自己 为了依附的姓名 不惜当众抛下即将过门的新婚妻子 一定会为江湖人所不耻 但他心细些虚的安慰 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不仅如此 他帮赵敏处理伤口的时候 也很快发现了端倪 就算是恶美派前人掌门灭绝事态 也不畏使这种阴毒的功法 那么周芷若又是从何学来的呢 除此之外 张无忌不知不觉中 还回忆起了杨不悔的那个问题 无论是小赵 猪尔 还是周芷若和赵敏 他无意都是动过心的 但他真心所爱的人究竟是谁 就连他自己都难以确定 诚然 他对赵敏的感情 总是更特殊一些 他知道赵敏 是想要逼出自己做出决断 并非故意闲来捣乱 但一想到猪尔 是如何被害 如何遍体鳞伤 含含而终 他就是不能原谅自己 轻易接受赵敏的爱 张公子 这事情的原委 你都清楚了吗 你指什么原委 这个周芷若 他是个名门正派 怎么可能会这种阴险的邪门武功 这我也想不通 不知道谁叫他 你可知 周芷若一怒之下 离开了名叫 重新回到了峨眉派 丁敏君早已听说了 张无忌当中气魂的事 此额更是不遗余力地出言嘲讽 却没想到他一手带大的柔弱小师妹 这个时候 竟显未言之色 不但反唇相机 还当着重姐妹的面 展露出了自己的绝妙武功 三两招内 便饿住了丁敏君的要害 现在的周芷若不再是从前那个任人欺负的小师妹了 今天我正式宣布接任峨眉派掌门 你们有不服气的尽管站出来 好 你们现在没意见 今后也不准多说一句 否则以门规处置 参见长门人 参见长门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倚天屠戎记的全部内容了 赵敏得知了张无忌 即将和周芷若成婚的消息 立刻问免了谢勋的下落 将其毛发当作信武 戴上了光明顶 张无忌担忧义负的生死 不得已当中气魂而去 周芷若大怒之下 回到峨眉派 接任了掌门之位 那么下期视频我们将说到 赵敏带张无忌 去寻找谢勋的踪迹 却没想到被陈友亮摆了一道 令人差点又闹了误会 那只赵敏不知道跟世子说了些什么 对方居然让他们平安离去了 另一边 少林派广发英雄铁 说是要召开什么图示大会 张无忌和赵敏先去复会 却意外在那里看到了 已经成为恶眉派掌门的周芷若 更让他没料到的是 周芷若的身边还多出了一个人 正是宋情书 张无忌该如何救出谢勋 戳穿成同的阴谋 他和周芷若 赵敏之间的恩怨纠葛 又该以什么方式落幕呢 大结局即将惊喜登场 小伙伴们要感兴趣的话 先来全去看原片哦